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切围棋制霸篮下 好取26加18 但面对到近期状态出色的纽约尼克斯 依旧无能为力 凭借着兰德尔和巴雷特 双子星纷纷爆发 尼克斯轻松赢下本场比赛 本场比赛 巴雷特持续自己的高效表现 全场轰下了22分 七篮板六柱攻凉抢转的全面表现 并且两项投篮 命中率均高过50% 而兰德尔的表现要更加出色 全场出战36分钟 便轰下了34分 七篮板三柱攻的数据 全场23 投12中 投篮命中率达到了52.2% 三分线外 七投四中 投篮命中率同样达到了57.1% 正负值正21 高居全队第二 不过 本场比赛这样的表现 对于本赛季的兰德尔来说 完全是常规操作 在4月份的比赛里 他场均能够轰下27.1分 九篮板6.3助攻 投篮命中率为44% 三分命中率达到了43% 甚至 自从球迷入场之后 在尼克斯的主场 经常能够听到高呼 兰德尔MVP的声音 的确 他本赛季的表现 以及带领尼克斯取得的成就 完全有资格 获得这样的待遇 单月能够轰下25加5加5 并且三分命中率达到40%以上 让兰德尔成为了 尼克斯舰队以来的对持手人 同时 兰德尔单月 七次轰下30分以上 同样成为了2014年安东尼之后的对持手人 追评队史丹月30分以上次数 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这样一名球员 此前却遭到了胡人的忽视 甚至在预测未来 胡人四少锤能够进入全明星史 兰德尔的概率 仅仅达到8% 而如今兰德尔的表现 无疑是打脸胡人 最近 名记Mark Stein在最新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本赛季成绩的提升 帮助尼克斯在休赛期 成为了巨星的落脚地之一 而尼克斯休赛期 将会拥有6380万的 薪资空间 完全有能力 签下一道两名全明星球员 尼克斯从上赛季的云南球队 有望一跃成为 下赛季的真冠球队 而给尼克斯 带来这一切的最大功臣 无疑是他们的 头号球星兰德尔 文言小白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And 再走啊